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介绍山里红是什么? 山里红就是山楂,为蔷薇科山楂属的一个变种,属于乐月桥木,其株高为6米,叶片为宽卵形或者是三角状卵形,以及菱状卵形,花朵外形别致,且花色为白色,深红色的果实,成金球形或梨形。 山里红的生命力顽强,对环境的适应性高,具有一定的耐寒性和可风性,多生长在海拔100-1500米的山坡临边或者是灌木丛中,而且植株喜欢松软肥沃,排水优良的杀质土壤。 养护山里红的过程中,需要在每年3月、6月、8月的中旬进行一次深耕除草,以免杂草争夺养分,无利于植株的正常成长。 此外要定期的对山里红进行修剪,提高枝叶的通风透光线,有利于增加果实的产量和品质。 山里红是什么,今天就介绍到这儿,我们下期再见。